成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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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2012年底的時候去法國 學習 料理 那個時候去到 廢堯高等注意學校 當時其實只是 為了想要開一個 小小的咖啡店 像所有的年輕女生的夢想一樣 可是有一天 就是在學校的時候 有一天Chef問我說 你 Vanessa 你有沒有希望 可以去這個 米其林三星的餐廳實習 然後他覺得有個機會很不錯 也許會很適合我 當時也沒有多考慮 其實我也不知道 那是什麼 然後他就送我去這個 米其林三星的餐廳 然後這個就改變了我之後的人生 那我回來台灣之後 就決定開一個餐廳 是像我當時工作的地方一樣小小的 然後每天接受20個到25個客人的預訂 然後預約制 然後做很精美 然後美味 但是又沒有那麼遙不可及的料理 主要是因為上個星期我媽媽幫我採收了一些 就是金針花的心 就是金針花的精 就是我們叫做美人心 這樣我們才知道這些 首先食材的來源 然後做法跟味道 都是我們比較能控制的 所以我們找了 在回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找了很多當地的農夫 然後跟一些合作的就是商家賣香料 賣雜貨 賣蔬菜跟甚至是肉品 海鮮的這些食材廠商 都是我們特別精釣細選 然後只為我們而找這些最好的食材這樣 有時候我的爸爸媽媽會自己夏天去採收一些 食材給我 像香茅 像金針花精 或者是媽媽手工採的紙書 那我們會拿來做成我們的冰淇淋 或者是做成前菜這些東西 那這個moment就是我最驕傲的時候 我就會告訴我的客人說 今天的菜是我媽媽特別幫我送過來 爸爸媽媽幫我採收 然後送過來給我做的這個 讓我做菜的料理 那那個moment就是我覺得我最驕傲的時候 但是它不是常常有 所以偶爾會有機會的時候 會遇到這樣子 但是你看人家族 為什麼會給我這種東西 沒辦法